HSK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共四十题。 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一共十个题,每题听两次。 例如 喂,请问张经理在吗? 他正在开会,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好吗? 喂,请问张经理在吗? 他正在开会,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好吗? 现在开始第一到五题。 一 这个面包看着就挺好吃的,是你自己做的吗? 对,你快尝一下。 一 这个面包看着就挺好吃的,是你自己做的吗? 对,你快尝一下。 二 你的儿子长得很像你丈夫。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 二 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长得很像你丈夫。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 三 多少钱? 这儿可以刷信用卡吗? 可以,一共是五百八。 三 多少钱,这儿可以刷信用卡吗? 可以,一共是五百八。 四 四 李小姐,你怎么不走呢? 身体不舒服吗? 不是,我在等我的朋友。 四 李小姐,你怎么不走呢? 身体不舒服吗? 不是,我在等我的朋友。 五 你看 他的眼睛、耳朵和鼻子都是黑色的。 是啊,熊猫真可爱。 五 你看 他的眼睛、耳朵和鼻子都是黑色的。 是啊,熊猫真可爱。 很可爱。 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 六 你在读什么书? 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写得很不错。 六 你在读什么书? 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写得很不错。 七 今天风刮得太大了,不想出去。 希望明天天气能好一点。 七 今天风刮得太大了,不想出去。 希望明天天气能好一点。 八 我还有别的事情,先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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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小心点儿。 八 我还有别的事情,先走了。 再见 再见 路上小心点儿。 九 九 这个人是你妻子吗? 对 这是我跟他一起爬山的时候照的。 九 这个人是你妻子吗? 对 这是我跟他一起爬山的时候照的。 十 小王下来了吗? 他在洗脸呢,马上就下楼。 十 小王下来了吗? 他在洗脸呢,马上就下楼。 十 第二部分,一共十个题,每题听两次。 例如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他每天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他每天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 今天我想早点儿回家。 看了看手表,才五点。 过了一会儿再看表,还是五点。 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 那块手表不是他的。 今天我想早点儿回家。 看了看手表,才五点。 我这才发现,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 那块手表不是他的。 现在开始,第十一题。 十一 过去我不喜欢吃面条,但后来去了山东,在那儿吃到了很多好吃的面条,我就慢慢地喜欢上吃面条了。 说话人现在喜欢吃面条了。 十一 说话人现在喜欢吃面条了。 十二 十二 路上的出租车特别少。 我在路边站了二十多分钟,一直都没打到车。 他是出租车司机。 十二 十三 奶奶说话不但慢,而且声音特别小。 奶奶奶说话不但慢,不认真听的话,可能会听不清楚。 奶奶说话不但慢,而且声音特别小。 不认真听的话,可能会听不清楚。 奶奶说话很慢。 十四 十四 我忘记拿手机了,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上楼去拿,马上就下来。 他忘带手机了。 十四 这张照片是我两年前照的,那时候我有点胖。 现在我每天运动。 现在我每天运动,比以前瘦多了。 现在我每天运动,比以前瘦多了。 十五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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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宾馆房间很干净,环境又好,而且离机场特别近。 十六 十六 干净,环境又好,而且离机场特别近,我们就住这里吧。 那家宾馆房间干净。 十七 经过这件事,我突然觉得女儿长大了。 她懂得去照顾别人了,而且对人也更热情了。 女儿会照顾人了。 十七 经过这件事,我突然觉得女儿长大了。 她懂得去照顾别人了,而且对人也更热情了。 女儿会照顾人了。 十八 我和妻子上个月有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可爱的女孩。 儿子也很高兴自己有了小妹妹。 她们只有一个孩子。 十八 我和妻子上个月有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可爱的女孩。 儿子也很高兴自己有了小妹妹。 她们只有一个孩子。 十九 游泳其实很简单,多练习几次就会了。 来,别害怕,慢慢游,我就在你旁边。 游泳很难学。 十九 游泳其实很简单,多练习几次就会了。 来,别害怕,慢慢游,我就在你旁边。 游泳很难学。 二十 她是我们以前的邻居王阿姨吗? 她两年前就离开北京了。 我也很长时间没见过她了。 她最近常常见王阿姨。 二十 她是我们以前的邻居王阿姨吗? 她两年前就离开北京了。 我也很长时间没见过她了。 她最近常常见王阿姨。 第三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小王 帮我开一下门 好吗? 谢谢 没问题 您去超市了? 买了这么多东西? 男的 想让小王 做什么? 小王 帮我开一下门 好吗? 谢谢 没问题 您去超市了? 买了这么多东西? 男的 想让小王 做什么? 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 二十一 你今天太累了吧? 早点睡觉 没关系 我想把这个节目看完 你先去睡吧 不用等我 现在最可能是什么时候? 二十一 你今天太累了吧 早点睡觉 没关系 我想把这个节目看完 你先去睡吧 不用等我 现在最可能是什么时候? 二十二 你爸爸为什么不同意你出国留学? 他说不放心我一个人去 爸爸不同意女的做什么? 二十二 二十三 小张 我觉得你这样做 客人是不会满意的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女的认为 小张的办法怎么样? 二十三 小张 我觉得你这样做 客人是不会满意的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女的认为 小张的办法怎么样? 二十四 妈妈 飞机起飞了 是的 还有两三个小时 我们就到北京了 就能见到爸爸了 他们现在在哪? 二十五 妈妈 飞机起飞了 是的 还有两三个小时 我们就到北京了 就能见到爸爸了 他们现在在哪? 二十五 请安静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新来的同事 王月 大家好 我姓王 以后叫我小王就可以了 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 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 二十五 请安静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新来的同事 王月 大家好 我姓王 以后叫我小王就可以了 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 二十六 这种鸟飞得很快吗? 对 它一小时能飞八十五千米呢 那种鸟一小时能飞多少千米? 二十六 你觉得这条裙子 好看还是刚才那条裤子好看? 你穿裤子更漂亮 裙子的颜色不太好 男的觉得那条裙子怎么样? 二十七 你觉得这条裙子好看 还是刚才那条裤子好看? 你穿裤子更漂亮? 你穿裤子更漂亮 裙子的颜色不太好 男的觉得那条裙子怎么样? 二十八 二十八 你在看什么呢? 这么认真 我在复习今天学的那几个数学题 女的在做什么? 二十八 你在看什么呢? 这么认真 我在复习今天学的那几个数学题 女的在做什么? 女的在做什么? 二十九 检查完了 医生说没事 就是太累了 让我好好休息 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九 检查完了 医生说什么? 医生说没事 就是太累了 让我好好休息 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 这个行李箱太大 拿着不方便 换个小点的 我这次带的东西多 还要带着电脑 还是用这个吧? 男的让女的怎么做? 三十 这个行李箱太大 拿着不方便 换个小点的 我这次带的东西多 还要带着电脑 还是用这个吧? 男的让女的怎么做? 第四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晚饭做好了 准备吃饭了 等一会儿 比赛 比赛 还有三分钟 就结束了 快点吧 一起吃 菜冷了 就不好吃了 你先吃 我马上 就看完了 男的 在做什么? 晚饭做好了 准备吃饭了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比赛 还有三分钟 就结束了 快点吧 一起吃 菜冷了 就不好吃了 你先吃 我马上 就看完了 男的 在做什么? 现在开始 第三十一题 三十一 你最快 什么时候 能来上班? 下周一 就可以 太好了 你还有什么 别的要求吗? 没有 谢谢您 给我这个机会 关于女的 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一 你最快 什么时候 能来上班? 下周一 就可以 太好了 你还有什么 别的要求吗? 没有 谢谢您 给我这个机会 关于女的 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二 你的孩子 有多高? 一米三 他要买票吗? 不用 一米五 以下的孩子 不用买电影票 好的 谢谢 他们 最可能 在哪? 三十二 你的孩子 有多高? 一米三 他要买票吗? 不用 一米五 以下的孩子 不用买电影票 好的 谢谢 他们最可能 在哪儿? 三十三 你头发 怎么这么短了? 最近太热了 短点儿更舒服 其实 我觉得 你短发 看着更年轻 也更可爱 真的吗? 谢谢 男的觉得 女的短发 怎么样? 三十三 你头发 你头发 怎么这么短了? 最近太热了 短点儿更舒服 其实 我觉得 你短发 看着更年轻 也更可爱 真的吗? 谢谢 男的觉得 女的短发 怎么样? 三十四 你在上网吗? 是 我在看新闻 你要用电脑吗? 我前天在网上买了个手表 想查一下哪天能送到 那你先用吧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四 你在上网吗? 是 我在看新闻 你要用电脑吗? 我前天在网上买了个手表 想查一下哪天能送到 那你先用吧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五 喂 王经理 您好 是 王岚吧 王经理 今天请假了 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他 下周五会议的事情 那你打他的手机 或者发电子邮件吧 王经理 为什么不在公司? 三十五 喂 王经理 您好 是 王岚吧 王经理 今天请假了 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他 下周五会议的事情 那你打他的手机 或者发电子邮件吧 王经理 那我去超市看看 买条新鲜的鱼 我跟你一起去吧 他们准备去哪儿? 三十六 晚上吃点肉怎么样? 我中午吃了羊肉 吃鱼吧 好久都没吃了 也好 那我去超市看看 买条新鲜的鱼 我跟你一起去吧 他们准备去哪儿? 三十七 教室里真热呀 是啊 你开空调了吗? 开了 中午的时候 我就开了 那怎么还这么热? 空调是不是坏了? 教室现在怎么样? 三十七 教室里真热呀 是啊 你开空调了吗? 开了 中午的时候 我就开了 那怎么还这么热? 空调是不是坏了? 教室现在怎么样? 三十八 刚才你去前面的公园了? 没有 我一直在家里看电视 那是我看错了 那个人真像你 那里没有灯 看错了也不奇怪 女的怎么了? 三十八 刚才你去前面的公园了? 没有 我一直在家里看电视 那是我看错了 那个人真像你 那里没有灯 看错了也不奇怪 女的怎么了? 三十九 我有两张足球比赛的票 一起去看吧 好啊 什么时候? 星期六上午十点 在国家体育馆 好 那我们九点半 我们九点半在体育馆门口见 他们在哪儿见面? 三十九 我有两张足球比赛的票 我有两张足球比赛的票 一起去看吧 好啊 什么时候? 星期六上午十点 在国家体育馆 好 那我们九点半 在体育馆门口见 他们在哪儿见面? 四十 要喝咖啡吗? 不要 太晚了 还有什么喝的? 冰箱里还有啤酒和牛奶 你想喝什么? 啤酒吧 男的想喝什么? 四十 要喝咖啡吗? 不要 太晚了 还有什么喝的? 冰箱里还有啤酒和牛奶 你想喝什么? 啤酒吧 男的想喝什么? 听力考虑